嘿嘿 選舉新聞立新 為什麼 採訪他怎麼會有 都是有美感的 當然不一樣 正式立場工人講出來 來 市長 你上一次會選總統嗎 誰給好處我們就挺誰 我跟你講 今天真的不能講 但是你等我 我能講的時候 我第一個專訪給你 我每次都好 跟你第一個比較好 但他其實是A派去 要選總統的時候 因為有拿過錢的 對 對 我是自己的總統 霸氣不夠 我現在的領導人 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我就問 原來的選唱 就看了 你那裡選不選你 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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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說我認證 他一定在喘 expedition 歡迎收看 各位大客委員 歡迎 市長 還好 歡迎市長 光臨 市長 市長好 市長 市長 我想要請問一下 市長 市長 今天這個主題這太厲害了 市長 很多問題要問 對 很多問題要問你 市長 立剛 最近你創了一個新的政黨 叫做台灣民眾黨 是不是為了2024年的總統大選 來布局 立剛 問這個市長怎麼回哪裡 2024 也不是這樣 因為我在想 如果說台灣民眾黨 大家都在質疑 會不會像這個時代力量 最後泡沫化 我告訴你 我告訴大家不會 因為到最後只會剩下我一個人 美女發言人你是哪位 我是那個大日本的美女發言人 就這樣而已啊 沒有一個角色啊 奇怪 美女發言人有問題 想問一下柯市長 想問一下你右手邊有 郭台銘辦公室的副發言人吳宜萱 左手邊是韓國瑜辦公室的發言人 何庭官 兩位都是發言人 想問你一下 哪位才是 美到讓你起色心 起色心 來 這個還是一貫的回答 還是 果然是會 好啦 先來介紹我們幾位來賓好不好 周凱 我們這個三立的主播 主播記者對不對 再來邱聖文 也是我們這段節目的主持人 吳宜萱 郭台銘辦公室副發言人 歡迎 歡迎 來 這邊正妹美女 韓國瑜辦公室發言人 何庭歡小姐 正妹 又資深美女的人邱明玉 歡迎 你好 我們謝祈恩 政治縣的一個記者 醫電師 醫電師 政治縣 咱們就聊開來 觀眾朋友今天這一集 看得太開心了 我們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他們都是名嘴 對 對不對 直接發問第一題 好 選戰呢 跑場拼書 請問一下 這個採訪要怎麼問 那都是有美工的 對不對 你說美工嗎 來 周凱你怎麼看 像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我過去有跑柯市長一段時間 大概一年多以上吧 那 對 比如說在那邊搶話 在搶問題 因為柯市長的寶貴時間 只有五分鐘受訪 那有一次我就是沒有搶到 那怎麼辦 沒辦法交差 哇 怎麼會掉袋子啊 對啊 沒辦法 沒辦法欠單 因為長官一定會質問你說 為什麼你沒有問到我們 賣牌不在 對 就是為什麼沒有問到你的題目 那你新聞怎麼做 你沒有 對 因為被其他人都搶問 所以大家要搶問 要搶問 速度要快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了一個 一個很好的採訪位置 因為通常我們比如說 受訪者站在正中間 然後媒體是圍著他 那有一個位置 以前我都不知道 就是菜鳥 我都站在很遠的地方 那沒用 不行不行 怎麼喊他都聽不到 後來我發現 要站在他的後面 耳後 耳後 他的敏感帶 在他耳後吹氣 市長 市長你再一次會選總統嗎 這個臭耳人都聽到 直接如雷灌耳就對了 類似這種概念 因為我發現就有一次 比如說大家就開始說 市長 市長 請問那個什麼 市長 市長 然後我就輕輕地在耳邊說 市長 市長請問那個什麼 他就聽到了 而且 因為他聽不到別人講話 真的有 他最怕人家耳朵吹氣 我可能會被發言人家 你卡位有多多 講爽的 來 茗玉 我跟妳 他要跳出來 妳怎麼樣 妳有什麼政治目的 其實我們兩個講 人家都不會care 妳去問什麼問題 但是他care就是說 你的電視台 或是你的麥牌 有沒有秀到 所以你知道 像剛剛那個周凱講的 我非常有感覺 那長官就是說 我們在問問題 他都會在電視前面鎖定 是 對 所以你被點到問題的時候 選我選我選我對不對 所以你要 被點到的時候 你要很大聲的慢慢講說 我是三立電視台的記者 這麼慢 秋明浴 這樣 就要載大家的時間 然後做SNG出去 大家都知道說 哇你露臉了 長官你被拍 對 對 對 不錯 來 聖文 而且我補充一下 為什麼說 常常我們在現場 你可能沒有問到 可以用考帶 但是現在大家可能 有所謂的立場 跟三差問 當然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現在 政治立場工人講出來 對 每個人真是太奇特的地方 好好玩 有沒有 政黨全民推出媒體 怎麼可能 然後問問題的順序也很重要 像周凱就說 他可能是在市場旁邊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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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都有一個 不成文的一個默契 比方說今天有五題好了 大家都會講好 第一題要正面一點 比方說他出席落市場 市場今天這落市怎麼樣 怎麼樣怎樣 你落了第一題 我們說市場 憲哥那個緋文 小老婆安置好了嗎 你也就是暴人了 要先暖身 要慢慢 暖肌 對 對 我們也慢慢聊 他們採用的就是所謂的 怎麼樣 家裡的狗好不好 跟你聊天的方式 聊一聊 對 變那麼多 太出來了吧 所以聖文這樣講的就是 所謂的 一定要有這些技巧存在的 對不對 你就問到 讓人家不喜歡 不OK的 當事人被一惹毛了 他就不瞄你了 欺貌 藍營的議員 親力親為 造勢 淪為對手宣傳推手 又是宜萱 這個滿有趣的喔 怎麼說 就在跑選舉的過程當中 其實很激烈嘛 對 那有些人可能想要省點錢 然後結果 這個議員 某議員他的對手 辦了造勢 然後找了很多人來 可能大場面這樣子 拉攏非常多大咖 結果他在旁邊這樣 默默地蹭人家 然後發面子 你好我是這個選區的誰誰誰這樣 人家造勢 人家出錢出力出人 然後結果他在旁邊就是收歌 去蹭就對了 就是去蹭 然後他可能是他的對手 這也是一招耶 對 然後你就看到我們拍 這個人來了 這樣不會被趕走嗎 人家辦大場 他在後面 通常大家要展現就是 我跟 我很大氣 會假裝說你好 我有個手 結果私底下可能就是要罵 我們身入虎穴就對了 不入虎穴 但是他這樣子 他一來 媒體就去拍 因為你們兩個是對手 所以你在同一個場子唱出現 同台了 對不對 對 那時候2014年 連勝文跟柯文哲一出現 大家明明就是衝上去 一定是這樣 那他們也是想要營造類似的 這個我相信民意姐也聽過很多 就是那種蹭你的方式 對啦 這個狹路相逢的很多 吵拖的時候在喜宴有沒有 看到彼此還故意 自然喔 就噹噹噹噹噹 在部隊就差不多彎曲了 會 會 避開吧 他在避開用眼神來交往 他在哪裡 他閃這邊 他閃那一邊 這個也有時候 他們兩個可能講好 互相製造新聞話題 好 來 質疑抹黑 非本意政治人物靠小暗號求救 選小暗號求救 什麼是小暗號 像我們啊 就是以前是記者的身分的時候 都很怕盛文姐這種很會問的 就是很尖銳 市長你到底去哪裡 市長怎麼樣 一直問 一直問下去 當然我們會跟前輩來學習 對 但是當然就會遇到說 就是有些人就是 就一直拉你 真的 憲哥你下次可以試試看 不要蒙啊 然後這樣 這樣拍他 不要蒙啊 就OK啦 我說好了啦 我們來吃個飯 或什麼的 就是類似 他們可能會用一些小 就傻眼一下 但我覺得你就很會回答記者的問題 對啊 就是憲哥都有辦法 讓大家有標題 可是 他根本沒有講什麼 很厲害 然後就講一個故事 對 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 哈囉 好厲害喔 我們是 對不對 美國的一個女記者 女記者 有沒有 跟總統之間最有名的新聞事件 總統的女秘書 到最後罵了總統一句話 Mr.Predent 新聞在你身上 你才是個咖嘛 對不對 真的 真的是個咖 每天賣一排都卡在這裡 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就是一個新聞的供應商 對 對啊 來 平歡 辛苦了 來 其實剛剛講到說 這個死纏爛打 要一直問問題 我真的非常有感觸 對 有的時候會問不到問題 對不對 但是有一次 因為我們知道說常常做新聞是 長官要求你一定要問到這號人物 對 結果有一次我就遇到一個新聞事件 鬧得很大 那這名人物呢 他就是一直不斷地身影 後來呢 我就是從市議員那邊聽到 他會出現在議會 因此我就到市議會 等了一整天 我還跟長官掛保證說 我一定賭得到他 結果 好不容易就看到 好像有他的影子出現了 對 我就開始把麥克風 還有我的那個攝影機直接叫過去 跟在他旁邊 開始不斷地問問問題 但是他那時候已經要離開了 他就一邊下樓梯 然後呢就開始 一路地從市議會走到市政府 走到捷運站 我就一路追了他十分鐘 不斷地一直問他同樣的問題 然後用不同的方式 可能用比較 有的時候是 你要不要回答 你怎麼看啊 軟硬兼施 對 對 就像死蟬爛打 然後一路上我穿著高跟鞋 然後呢 攝影就扛著那個攝影機 我們就一路從市議會 跟到捷運站 市政府捷運站 是是是 對 然後跟著這一路之後呢 他最後受不了 他轉過頭跟我講 你是哪一家的 我 然後我就說 我是某某台的 他就說 好 我跟你講我今天真的不能講 但是你等我 我能講的時候 我第一個專訪給你 喔 是 人美真好 人美真好 而且那個飄飄 飄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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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重要 他這個 他這個記者應該是 鎖定目標絕對不熟倫 你懂心做的 一定要這個到手 到為止 來 茗玉姐 這個我們都很有經驗 因為 你知道我有一次也是跟跟跟 跟到他要廁所去 那你廁所真的就是 後來他真的就生氣了 對 後來他真的就生氣了 他說 所以我就知道說 那個 但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你跟到他 你就要盡量拖著他的時間 所以他就是 有怒刺你還不讓你進去 對不對 當然我也進不去 人嗎 對 他這樣 他這樣 這美女姐 這妹一個 這妹 我說我今天來是來 拉高你的凌晨 還沒有 講一個正經的 就是說 現在還是 就是你知道 憲哥剛好有講到說 我們藍綠很分明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去採訪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 在三叉電視台 那你去比如說 韓市長的場合 你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然後你就要把麥牌拔掉 三叉電視台 馬沙拉蒂啊 就現在我們練 馬沙拉蒂有電視台 那邊啦 進來啦 對啦 對啦 那如果你在中叉 你在中叉電視台 去綠營的場合要小心 那我當年是在 中叉電視台服務很久 是 所以我那時候去綠營的場合 OK 那我們就穿著這個公司的背心 然後那個麥牌又有這個logo 這樣 結果我開始連線 五四三二一 那旁邊那我 我那時候跑綠營 我主跑民進黨 旁邊那個民眾就開始三字經 你叉叉叉叉 就開始罵了 而且我在連線 他說你不說白 就亂說 不要憑良心這樣子 現場直播馬上就出去了 你知道 我還在想說現在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某某候選人的這個場合 旁邊就三字經出來 你知道 後來旁邊的那個民視 那個大姐有幫我解尾 他說你媽 就馬上 我覺得同業都是很有益氣的 就跟他講說 人家在工作 不要這樣 要處理藍綠的問題 最好來加入台灣民眾 我可以 我可以 趁機 趁機 你們會不會覺得 像憲哥這樣是最好 我一生當中 都沒有任何人知道 我是懶 是綠是紅 對 我們就是服務社會當中 就是服務觀眾 對 沒有分顏色 服務社會對不對 你是不是台灣的民眾 是 那就加入台灣民眾 沒有 不要 先不要 一直在Push 來 起演 其實我的選戰經驗 跟其他大家這個前輩來 比起來的話 相對的少了不少 那 因為這個2020大選 就要來了嘛 其實我們都會盡量這個 每個電台都盡量做到 藍綠平衡 那這藍綠平衡的一個重點 就是會講到就是說 可能 今天像是 可能像是前陣子 高雄算韓國瑜 是 那他的個性就是比較直接一點 他想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有新聞 對 那他就可能講說 現在的領導人啊 就是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要不要直接該一頭撞死 那可能這個 這個事情可能就會 讓綠營的人會很反彈 那反彈的部分 他當然就是我們就問 像綠營的話 會有誰 有今天什麼大頭出來啊 那可能今天剛好去看到 就是蘇院長 講的行院長蘇貞昌 那我們就問他說 欸 韓市長這樣講耶 你們就會代話就對了 對 要代話的方式 去引導他們這樣講 一張很簡單 對 你哪裡憲情依 在那邊搬台去 不要再這樣做 你們大家都說 我憲情依在在卡閃 你也卡閃 報告院長 報告院長 我們實在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總覺得哪裡 畫面怪怪的 我二三十年前 對不起喔 我怎麼茂密 是嗎 對不對 是怎麼這樣啦 現在這個沒辦法走 是是是 然後剛好現在 馬上面臨的就是選票 一張票 14 14 選票累積起來 就是所謂的民意 最後會產生總統 為了選票會出其一招 內行人才懂得政治手段 YES 這個手段非常多 來 走開 我要分享一個 因為我現在是主跑 立法院 然後因為立法院就是藍綠立委 大家可能過去有印象的畫面 都是 牛打 然後推擠 現在不打啦 現在用別的方式 現在比較少 現在比較少 這個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現在都用哪一招 但是 我最印象有深刻 就是一次我在立法院 然後看到這個 為了一個議題 然後藍綠立委 打得好兇喔 打得非常兇 就是感覺就是他們就是 認真發狠在打 結果 那是上午的事情 下午之後我要約一個 其中一個民進黨的立委 我要約他訪問 然後他就跟我約在他的辦公室 然後我進去 然後我說為了我約好 他說你裡面先請 裡面先請 然後我進去之後 在聊天 他們在喝茶 在喝茶 然後叫我先等等他們繼續聊 就是好哥們你知道嗎 就說不錯不錯 剛剛那個 不好意思 剛剛那種我剛剛推了你一下 剛剛不好意思 他們這個很像WWF 對 我剛剛也強到這個 對不對就是他們有劇本的 很怕gay 所以他們這種 你知道因為菜鳥要表現 所以上一次就為了那個 我忘記是一粒秀還是什麼 就是打起來這樣 就後來 就後來 後來就有一個那個 打得太猛 新科的 就是補上來的 他就站到台上去 然後後來那個民進黨的立委 我聽到他自己家說 這醒來 這醒來 這不知道 他就這樣 對 不要戰爛 然後他怕那種不要戰爛 而且還怕他跌下來 因為他就是很勇猛 只要表現要搶鏡頭 然後站到上面去 所以他們資深立委 非常怕這種菜鳥立委 不知道怎麼來 還有不知道 那種打架的 所以說以後 你要是來我市長辦公室 如果看到王世堅 再跟我砲砸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 他們這個算是比較 水火不容的 對啊 這個效果很細的 很恐怖 因為我就主持政論節目 可以看到形形色色 藍藍綠綠 白白紅紅 是 然後說兩個人坐在一起 你們這個黨主席 我今天捍衛在檳榔檔 什麼怎麼樣 兩個人擠過來擠去 一下節目 我可以加你LINE嗎 立刻兩個人就換了LINE 就去吃飯 但這也算是以讓而生 下而硬 畢也涉乎 我們是在論證 下了台之後 我們還可以是朋友 台是朋友 對不對 在擂台上面不一樣 可以不相為謀 但是偶爾一起打打跑零球 那是OK的 打打跑零球 自己要泡泡茶聊聊天 OK嘛 那個都是選民服務 都可以 對啊 來 上來 你還有什麼 因為剛剛有跟分享 就是現在立法院可能會 可能扭打 那些可能是假 但現在已經不打了 現在上一次 我就看到一個非常誇張的 我們都以為要打了 因為綠的已經把主席台 都先提前站滿了 結果我們想說 籃得怎麼還不出現呢 他們就是 等等等 他們全部一起喔 統一一起出現 他們說他們這次要幹嘛 要打嗎 大家都準備好 身體都準備好 沒有他們拿了一箱又一箱的水球 對 丟水球 然後就開始砸 開始砸 然後 好像派對喔 對 就是每個民進黨立委在前面 大家都不能動 所以就要給他們砸 余信節目 綜藝節目 就好像是以前憲哥的節目 對啊 綜藝人 他一直在那邊丟 那個很好看 真丟人 真丟人 好幽默 盛文 只要出現大事情的時候 對不對 最早的 你看那個兩顆子彈的事情 一直都會太像 319兩顆子彈 320 總統大選 520他就就職了 是 來 這個情況 槍擊案我真的有經歷一次 是2010年11月26號 記得非常清楚 因為那一天是我媽媽生日 那時候家人正在吃大餐 一通電話 連聲聞中槍了 那個很嚴重 趕快 你身為記者 記者魂 全公司 對 大家繽紛三路 有的回公司作證 有的去現場 有的在家裡待命 就是4點要來這樣 我們隔天都是 早上才出公司了 全天或待命 記者沒得閒 像這種突發狀況就滿恐怖 還有像學運那時候 我記得我也在看電影 這個但是 那個槍擊案 後來手術的醫師都是科P 我會講 所以你要證明他的槍傷是真的 我當然證明 對不對 醫生不分男女 通通救人 都救人 那時候我還是急救 急診室 急診室的外科主任 所以說這個 政治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真的會被催眠感覺 真的是這樣 因為他太像 說到那個立院打架 我也看到那個 有分真打跟假打 還有一種 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審ECFA的時候 他有一個協議 藍綠也是打成一朵 就撕了就一張協議 那個簽了就生效 還有什麼30秒半分鐘這種事情 就看到一個立委 直接把它揉成一朵 就吃進去了 就吃進去了 真吃 就真吃了 我讚也沒有看到他吐出來 這一招他也可以 這一招了 真的這樣真吃 就吃進去了 大家Google還知道這件事情 他們也沒在怕 因為台大醫院 就在立法院正對面 有事就去就好了 超近的 我現在終於知道台大醫院 為什麼要在立法院 對 狀況太多了 是有必要的 來 妮瑄 這個都還好 還有那種 就是明明拉扯中 沒有碰到你 你不要碰我胸部 他碰我胸部 然後警察 他碰我警察打人 碰我胸部 那就是很多用這招 因為面對那個 新科的立委很搶勁 或者是說沒有版面 他只好這樣 因為你一喊 大家就 攝影機就上了 所以這種也是 奇招 外招很多 真的 你拉扯當中 你又不可能說他到底沒有 他有碰到你嗎 不知道 對不對 這個就是一個 可以吸引美光燈焦點的那個 還有把棺材也扛進去 有 之前還有那種 問了說我要抽籤 大家不是抽籤 然後大家喜歡想什麼 Lucky7 或者是什麼 但這一個人很特別 他還 帶棺材 然後從棺材面這樣彈出來 對 有上個新聞 然後他還正好 真的抽到4號 真的喔 對 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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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他 可是他至少有版面了 他當天就是有版面了 對啦 這個只要能走紅有什麼不可以 不會啦 抽到4號他們都想好了 你抽到4號 事事如意啦 都有一個說法 來… 停換… 對 說到那個搶版面其實呢 有一個是 你只要是靠近有名的人 或者是有人氣的人 你就會有版面 所以我常常在以前跑新聞 遇到一種情況 是某個人比如說他要辦活動 要趁 對要辦活動 然後他會先對外發佈說 我會邀請某某名人來 比如說我會邀請媽總統 或是蔡總統 這樣的人來 然後呢發佈這訊息 他當然同時也去邀請這個人 可是對方呢 一定不會馬上當下拒絕嘛 一定是 我看看時間 看看啦 我不一定會去 但是呢 這個辦活動的人 他就直接講 總統說可能會來 對 然後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很多可能民眾 或記者就開始關注說 哇 總統要來這場活動 結果到時候沒來 到時候就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 總統不來了 但是 可能大家就會罵說 總統你為什麼失信於民 你不是說你要來嗎 你之後怎麼沒來 大家只會罵那個有名的人 而不會罵這個辦活動的人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是這個 有人氣的人 這個可能是總統或是名人 他真的來了 哇 這場活動整個就紅起來了 成功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 像這場辦活動的人 這個蹭的人 他一定會成功 對啊 有時候 有時候你看看喔 真的那個人沒來 只有郭子前跑過去 這個是最常話 真的 你常常在跑 那個郭子前在出 那個出外面的任務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上面是帶了 對 隨時隨時的 他每一場都要改 看今天要的是什麼 每一團都不一樣 對 真的是這樣 比如說很多抽籤抽號字的 都有在直播 那你知道有的要撥版面 撥到說 他當場脫衣服 是女生 對 那你比如說你SNG 我們電視台還可以 趕快就是趕快切 切進廣告 你網路就不可能啊 就全部出去 然後警方也都嚇到了 然後因為那個女的真的太誇張 就直接 就直接整個這個 切開面 對 沒有沒有他自連那個 布拉夾都沒了 所以那個女警 趕快就鋪上去 用那個毛巾把它蓋住 然後全把它拉下台 是裸體的 是裸的啦 對 就鋪板面 這很誇張 打赤薄耶 那還 不是 那是中的 這個是很彈 喂 這是鋪板面 還有我有看過一個政治人物 滿有名的 他就是也是在那個講講講 講到很激動 你就看到他一直要哭 後來真的就讓他哭出來了 哭成功了 我覺得那不容易耶 就是你要講到那個 激動 然後就鋪板面 玩那天全部都是他的版本 有時候人家也是真的悲從中來嘛 對不對 天 就是上次選戰 其實有不少人都其實 對其實還滿印象深刻 那其實我之前就有聽說 有人就直接 因為電影夜問真的非常紅 那個時候 常常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 那他就直接把名字 直接改成夜問 蛤 叫夜問 本名啊 直接改 對 他直接改 但是好像結果好像就 不太理省 就乏人聞問 對 沒有 余大哥的本名 也不是余天啊 因為大家印象很深刻 又怕人家搞錯 乾脆我就改回余天啊 對啊 以前高大哥 余清源嘛好像 以前那個高齡峰 高大哥 他要選舉的時候 怕人家不曉得他的本名 改名回來改個 葛高齡峰 葛高齡峰 對不對 加個葛 對 好 來 第三點來 好 這個 藍橘綠黃白便車龍 來 誰給好處 我們就挺誰喔 看一下喔 好 大家 就講出來了 周凱 因為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某些名嘴 他是對 某一方面 是特別討厭 對 只挺他 然後是只欺他 只上某一些台 兩邊都有 特定的台 來 周凱 講名嘴可能特定拿幾個台 那個可能是 就是本來個人的立場 這個不一樣 那我們 有時候我們在 是有好處嗎 這好處呢 其實現在來說 資訊太透明了啦 其實我們 大家也不會去 碰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 總有一定 只會包不住火啊 像我們遇到的狀況 就比如說 可能我們在電視台 可能被大家的 一些印象來說的話 可能 對立的政黨 他可能就對我們 會比較有戒心 那當然我們 跑新聞的話 我們其實不能說 完全不跟這個政黨的 政治人物 去交朋友嘛 因為我們必須都要好 我們這些訊息才會多 那有一次就是 我去採訪了一個 一個 藍的立委 然後我訪問完之後 其實那個題目 那個時候很敏感 就是在做他們分裂 是不是有分裂的一個狀況 那他 跟我也交情不錯 那他也接受我採訪 結果訪問完 然後回到公司 我在寫稿子了 已經要解稿了 結果他突然打電話來 然後我就說 委員你好你好 然後他說 拜託 可不可以不要放我的訪問 他說我接受你訪問完 我被罵 被他的團隊罵 怎麼可以接受你訪問呢 要不然就 你可以寫 但別人會說我講的 他說你去找誰誰誰 然後 他也說都不要提到我 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 就判斷想說 如果我不放的話 我就少了一個訪問 但如果我放的話 我就可能就 少了一個朋友 對 那你就乾脆說 我採訪過某某某 然後後面通通沒有 沒有 那個時候我的取捨就是 我也跟長官討論 我就說 有這個狀況 然後他們就說 長官也是覺得說 那還是要交情 還是要這樣慢慢培養下去 那不要為了一個新聞 就我們就打壞 我們就只能關係 藝能界也一樣啊 來 聖文 所以其實利益的東西 這還滿嚴重 有時候像色彩 憲哥問的說 有些名嘴是不是他 有色彩 它是不是有什麼好處 其實對名嘴來講 他可能是 有的簽約之 他就把你綁約 有沒有 吃到飽就在這一台 所以你可能就會講 這一台的好話 這種是比較有立場性 可是基層名代也有一些 比方說基層里長 或議員 他可能沒有掛什麼檔機 可是他可以 今天是藍的來這邊 我就是去幫你站台 去幫你找一些條蛤咖 一起來再畫洞算這樣子 但是你要Promise 你當選了之後 給我一座橋 我要這邊的呢 怎麼樣 隔天 是綠的又來了 我一樣 也去那邊幫你動算 幫你幹嘛 你要Promise我 你當選的時候 給我一座公園 這也是一種交換的部分 這個不是網路在直播 對 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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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其實基層名代壓力都蠻大 剛才大家來講博板面 我就想到 那時候還在跑新聞的時候 名代都要博板面 有記者會要探刊 要怎麼樣怎麼樣的 要去現場勘察 明明發了採訪通知 可能是探刊電燈的數量 還是怎麼樣的 結果發現他到現場 不是探刊電燈 看看這個下水道 為什麼 要下腰 那個畫面比較好看 對 這是各式各樣博板面 老奶博板面 這更厲害了 角度很重要 角度很可怕 來 依萱 這個媒體人 其實有的時候我覺得 表裡如一是 很難 很難的 但是我覺得要有底線 但是我們也有聽說很多媒體人 他其實是 幫 檯面上幫這個人講話 但他私底下 其實是跟這個人比較好 對 那有可能這兩方 還是敵對的陣營 那也有的媒體人可能是 我跟你這方比較好 跟你B比較好 但他其實是 就是有臥底 也是有聽說 就是臥底 去跟你吃飯 吃飯 但是吃一吃 其實把訊息都Pass回給 這樣做人太辛苦了 對啊 又不是無限道 所以沒有辦法 對不對 他們問我有話直說 對不對 我沒有變色 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 其實不只媒體人 政治人物也會啊 兩個陣營 我今天想要你 這兩個陣營的某一個位子 政治人物會想說 那我跟你也好一點 跟你也好一點 我偶爾來跟你交朋友 偶爾再來跟你交朋友 看哪一邊要選過 有 來 還有一天 聊個天 對 說到這個變色龍的部分 其實我在採訪的時候 就有聽過 我們現在知道說台灣的最大的黨派 分為A黨跟B黨 不要直接講顏色 那在A黨呢 這個是 A黨其實它有提供一個 類似獎學金的制度 可以讓很多的 那個黨裡面的一些同志們 可以出國去讀書 那那筆錢其實蠻大筆的 結果我就有聽到 真的是領過這個 A黨獎學金的人 就跟我說 有B黨的人 知道這個獎學金制度 就來入A黨 只為獎學金了 結果拿到了 申請到了獎學金 還出國去把這個書 全部念完了 回來之後學成歸國 哇 學歷漂亮 退A黨 退B黨 退A黨 他還是B的 這樣也還是可以接受 因為終究 對不對 有乃便是娘 這個時候能未卜我長大 我就先處理了 等我長大之後 我繼續人在凡邦 心在汗 再回去 噴噴 再回頭攻打曹營 他就是成全了 兩全其美的嗎 立剛 你說是嗎 講得太好了 別逼入禮啊 別逼 來 名譽 我想在座大概是 唯一我有拿過錢的 漂亮 我最一樣霸氣 和情合理 沒有 好 趕快澄清一下 是 所以說當時謝長晴在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不是有一個 之前有說他拜過一個師傅 宋淒麗 很有名啊 有分身 有沒有 我有記得 對 宋淒麗 然後後來我就被公司派去訪問他 哇 他真的是那個金碧輝煌 他那個訪問的地方 結果後來我在訪問結束之後呢 他就突然 往我手裡面一塞 一拽 那我當時我就 我就以為是符咒 因為想要送結束 他會分身嘛 結果以為這是符咒 後來我就趕快大驚聲尖叫 我說符咒 對 後來我聽到我的攝影就說 不要啦不要 塞壺不要啦 後來我就趕快把那個眼睛打開 手裡一疊鈔票 哇 一千塊 全部一疊一千塊 那我初估大概有四五萬左右 因為是很厚 很厚一疊這樣 後來我就驚聲尖叫 我們這輩子沒一下子拿到那麼多錢 就說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絕對不能收這個錢 沒有沒有 不行不行 絕對不能收那麼少 再來 沒有 那攝影機是 攝影機這段影片是有的 他說不行不能 不能直接拿給我 從後面的來說 對啊 這樣會被拍照 就拒絕了 不能不能拿一張 沒有啦 就沒有沒有 就當還還給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不要這樣 你前面的那個來訪問我們的 我們也是這樣塞啊這樣子啊 對 所以後來我就 我們是職業道德 我們絕對不能拿你的池 後來我跟我攝影兩個人 我們就坐上車之後 然後兩個人開始說 你怎麼不拿 開玩笑 開玩笑 對分也兩萬多 偏偏每一台通通要獨家 沒有獨家 長官就找記者的麻煩了 來 有Pickball的 要 什麼樣搶獨家 什麼搶獨家 我有一次拿了一個獨家 是我的縣名 他剛好在機場 我的朋友就一個縣名在機場 他就突然傳訊息給我說 那個XXX立委 不是應該這時候在立法院嗎 因為那個時候在表決 會期要結束了 然後我就說 對他應該要在立法院啊 他就說 可是我看到他在機場 就傳了一個影片給我 那個立委 男立委 跟一個女生 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他們在吃飯 在機場那個餐廳吃飯 然後我就說 這個人 他說這個是他老婆嗎 我就開始查 一定查得到紀錄 我發現 不是他老婆 不是他老婆 然後我就拿了這個影片 然後還有這個照片 我們不能只是這樣播出去 我們要問當事人 然後後來隔天 我們是過了幾天 現在暗兵不動 然後我就 過了幾天 我就要找這個立委 我要問他的回應 但是 我不可能直接說 委員 就是我有一個 你是不是跟一個女的在那邊 出去出國啊 什麼的 他一定會聚訪 你一定要有潛入深 沒錯 有點像釣魚的感覺 對 你那天在幹嘛 你在機場看到你在那裡吃飯 沒有 不能這樣問 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先調查好 就是他在哪一天 那一天他會不會到這個立法院 他會在哪一個委員會 他要去質詢官員 我都看好那個棒次 我都看好他第幾棒 我大概在那個時間點到那邊 他就走過來 我就說委員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個何能的問題 就關於一些何思 他就說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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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然後他就 他就 我們機器都架好了嘛 都錄上了 結果他就這樣講講講講 講了 講了很久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就隨時已經standby了 拿了手機 然後他講完之後我就這樣子 委員 那這女生是誰啊 哇 他就說 你怎麼有這個 我說沒有 你看這個影片 你認識他嗎 他就 哇 不管我們有沒有在拍 他直接憤而走人 他走得懂嗎 我們攝影 攝影趕快把機器扛上街 追著他 追問 我就說 這誰 他說不認識 我說不認識你們一起出國 他說我不認識 不認識 我就說你 不認識可以一起吃飯 然後一路追 然後我整條新聞就是 我們在立法院 不知道繞了幾圈 繞了超多圈 所以我感覺他好像是狗仔 他沒辦法 這個就變成沒有這個新聞 觀眾還不看 對 這個新聞就是 告訴我就是 我們不能直接單刀指路 是 尤其是敏感的東西 新聞越來越鹹 我們民眾也有責任 因為我們就是供需問題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句話打死全部 來 聖文 我剛剛有一個獨家 也是在機場 那時候是 馬王之爭2013年的時候 大家都在追 去哪裡 那時候我正在跑新聞 結果長官一通電話 來 聖文回家拿護照 好 我只有兩個關鍵字 一個是拿護照 第二個是馬來西亞 第三個關鍵字是王晶平 我只有這三個資訊 就飛出去了 他的任務 跟巡人騎士 跟那個超級星期天一樣 找王晶平 他去嫁女兒 那你只知道他在馬來西亞 不知道哪個小島邊 不知道在哪裡 對 那個時候呢 各家都飛去 大概三家電視台 就A B C三家去 去了之後 某一家電視台 同業還滿好 你們有地方住吧 你們有車 沒有的話 我這邊幫你租一個Van 怎麼樣 結果呢 A電視台就自己一部車 B跟C就一部車 就一個Hotel 結果呢 第二天 大家要開始出去採訪 這個A就想說 不好意思啊 我們家長官今天要求很多 我們先去哪裡哪裡採訪 那不然你們B跟C先去那個小島 好 說好啊好啊 對啊 而且他還說 路上記得有什麼狀況 來跟我們講 我們在互通 好啊好啊 我們就去一個很遠的小島 大概台北要到台南這樣的距離 OK 那我們就這樣還在奔波的當中 接到家裡就公司的電話 中午新聞呢 我們說1 2 中午新聞 他說沒有我們還在那個小島 他說 A台已經播了 已經播了 他把你們吊走 對 我就背上一陣涼 他就想說 好 趕快去那小島訪 完全趕快回來 利用吊虎離山之間 把兩個其他台 把他吊走之後 自己來獨享 吃獨食 重點是 那也沒有什麼樣的內容 因為真的那五天 大家都沒有發現王靜平在那 大家就互相在那邊 根據本台獨家掌握的消息 可能不排除 應該就是在哪裡 好 然後呢 在回來的路上 又要趕車 要趕車三四個小時 對 公司電話又來了 又來了 他說因為我們那個地方 沒有網路 沒有什麼 A台已經播完了 又播完了 他們那個壓力大到不行 所以就覺得這樣不行 我就反之後來就 開始就思考 我覺得王靜平不會待那麼多 第五天他一定要回去 因為立法院他有會議要執行 直接打一通電話回公司 你現在立刻幫我查航班 查華航的 不要查聯航 你需要有一些政治的判斷 據我所知 王靜平絕對不會打聯航 亞航 虎航那就可以刪掉了 看有沒有華航 如果沒有華航查長龍 結果他說有華航 我說好 幾個位置幫我查下來 他說這個經濟艙很滿的 我說 我說我要頭等艙 不是死裡 因為我的政治判斷是 老王一定會打頭等艙 他說剩四個位置 我說全包了 這四個位置全包了 果然 我們就在登機的時候 就在那邊守株 待會兒等著等 最後就是A1 A2那兩個位置空著 等著等到最後 他真的是最後最後登機了 就是 就是王靜平院長跟老婆一起上 耶 全程 全球獨家 因為我們那時候帶了四具包 就是全程就直接問了 是不是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怎麼樣 就開始 四具包是直接就可以塞你出去 直接就在上面採訪 所以動手腳那個A台 就一咪咪畫面都沒有 因為他在經濟艙 剩立的寫眼笑這樣 故事告訴我們 弄人者能很弄直 要人不弄 除非幾億 寂寞弄 來來來 我跟你講這個同業之間的 耳魚我炸 來 雖然有耳魚我炸 但是也是有些溫馨的 我長期跑柯文哲 他以前是 台大醫院教護病房主任 他救過很多人 那他就曾經救了一個 叫做小薇的舞者 雖然說他現在已經離開了 但是他在八年前 有把小薇救起來 那就是靠他的那個 葉克膜 對 那因為小薇這個人 我們有採訪過他 當然就是他在病危的時候 他有透過我們想說要來 再跟柯市長見一面 他希望就是說他的家人 能夠再跟他說說話 這是溫馨的 那因為在採訪的過程中 我們已經建立了良好的友誼 跟互信基礎 他可以知道說 我是可以信任的記者 那我跟他也變成朋友 所以我就說 那好我們來互相聯絡一下 或者是說 如果說柯文哲真的有去 跟你見面的話 要通知我們一生 我們也可以幫你做一個 正向的報導 那果然喔 我家屬真的就通知說 市長真的來了 一接到馬上就衝去啦 然後就進去啦 就去加護病房 但是因為裡面不能拍 所以我們就只好在外面等 那我們就真的看到柯文哲 騎著腳踏車 但是我已經選上市長囉 好 他就騎著腳踏車 從他家到台大醫院 去看小薇的最後一面 那你就是有跟他說 那請問小薇現在狀況怎麼樣 他其實就是蠻 有點心情上沉重的 對 但這個也是一個獨家新聞 但是我希望是可以把它轉成正面的 因為我覺得獨家有時候 不需要耳以我詐 不過就在那一天 其實我們在等他的時候 那個其實同業都會會搞嘛 宜萱你在哪裡 你下午要做什麼 你在哪裡 你都不敢講 不敢講 這個都不敢 而且連毒都不敢讀 就是怕他這個人情壓力 還放假消息 沒有啦 我要麥當勞買個東西 對 我在哪裡 你就說你在加護病房 我就是要搞失蹤 對啊 他可能有點擔心我 搞失蹤完之後 做完新聞再說 不好意思啦 我剛剛在發獨家 其實大家應該都可以諒解 因為大家都有壓力 有時你獨家 有時我獨家嘛 對不對 來 茗玉姐 其實政治新聞人士叫做最難跑 尤其你知道 每次那個內閣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心臟都會 還沒確定 你怎麼一定要問出來呢 對 那尤其我們電視台 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一定要有那個by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像平面這樣 就是我們據了解啊 然後怎麼 黨政人士透露你就可以寫 那我就看我跑行政院那個同事 就一直在打一直在打 然後就 唉 就等下都卡不通啦 就都打不通這樣子 那我說你怎樣 他說哇 那個發言人 一直在講電話一直在講電話 我看他打了一個小時 他還在講 後來隔個沒有多久 我就看到某台 某台就是有那個by 然後就出來了 就有證實這個人事消息 原來就是說你打到 你就是 都不要掛念 然後我就說 憲哥你多講一點啊 我就跟你聊 要別人打不進來 自己跟你聊的時候 等於也是卡住人家的訪問 然後憲哥當然你是發言人 就說 不要再講了 別台要打 他說沒有 憲哥我跟你說 我再問你一題 再問你一題就好了 再30秒 再30秒 沒有 我還要再問一題 再問一題 那一邊再發新聞 一邊跟他扣住他 扣住他 他讓別人都打不進來 新聞如此多交 無數英雄盡則邀 沒有辦法大家就是要搶這個新聞 對不對 今天我們市長能夠來上我們節目 謝謝 也是很開心 因為最後請市長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做一件事 什麼事 回去跟 他正經在忙了 好久沒見了 他不用問了 今年選幾年 我還沒有抽他的肖像權 就比說賺不錯 賺好多錢 對啊 活動跑不完了 希望他們採訪新聞 你可以平平安安 好不好 加油 謝謝 謝謝